左邊的 左邊的 嚇死我 左邊要什麼不行啊 好 老師講解第二題啊 我們先來看一下題目是給你這些 f of x 95 x 5 方 然後什麼390 x 4 方 這是一個非常 醜的數字 非常就是怎麼講 如果你真的要把4帶進去的話 你要去算4的5方 再乘以95 我先說你可以用這種突發煉鋼 沒有問題 但是呢 不需要 因為呢 看到這個 你就要直接聯想到什麼 它其實就是在考 於是定理 你想嘛 f of x這一串醜醜的東西 我是不是可以把它當作是被除飾 那我今天帶4進去 你回想一下喔 我們剛剛帶3進去 它的除飾是什麼 除飾是不是x-3 那依此類推 我今天如果帶4進去 你就代表我的除飾是x-4 然後一定會有一個3 然後一定會有什麼 於是對不對 那我今天帶4進去的目的 是不是就會讓這邊等於0 只出現什麼 於是對不對 所以 意思就是告訴你說 我如果把什麼 被除飾 這個當作被除飾 這個當作除飾 就是我除出來的余數 就是我帶進去 試帶進去可以得到的答案 那在這裡不直接帶 我們就直接用被除飾跟除飾去算 那他會建議你用綜合除法 所以被除飾是不是95 然後-900 390加58都沒有缺項 都沒缺項啊 ok齁 然後除飾是什麼 4 這裡是不是要放4 95放下來 乘以4的話 360 380 -100 4 -10 -10 乘以他40 -40 18 -70 -2 所以是負5 乘以他負20 負3 乘以他是12 所以是100 所以你們會發現 余數就是多少 100 這個就是答案 因為我們知道余數 帶4進去的余數就是答案 所以他就是 答案就是100 100 可以嗎 應該很簡單 好 那先 欸先 那個聽筆一下 等一下 先等一下 我講 我先順著講 老師講你第三題 一下 因為呢 第三題跟第二題是 一樣的東西 所以一起講 才不會就是把你們的觀念打亂 第三題為什麼跟第二題一樣 你看喔 我今天啊 第三題他給的這一些東西 是不是等同於我的f of x 等於3x5方 減掉23x4方加上15x3方 減掉17x平方加上75x 再加32 當我今天x帶7的時候 是不是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對吧 我把7帶進去 x裡面這裡是放7 這裡是放7 這裡放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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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不是 那我今天帶7 就代表說 我是不是 除4就是x-7 然後什麼 傷 然後什麼 余數 對吧 那既然我帶7 所以這裡是不是就會 為0 是不是一樣去算出於是就好了 所以這一題跟上面那一題一樣 我用綜合出法 就又是綜合出法 然後用7 對 然後用7 去做 這樣可以嗎 OK的話就自己寫了 所以答案就是67 等一下